喂,您好,您好,请几个问题想请师父开示一下 第一个问题是,就说学佛修行之道应该不见人过,但见己过 这个不见人过是说并不是人家的过错不存在,而是能以慈悲心去原谅他人的过错,请师父开始 不见人过,就是在自己没有修好的情况下,先不要去管别人的错,先好好修自己,明白了吗 这是小诚佛法里面的东西,明白了吗 小诚佛法,就说先把自己修好了,然后 再去救人家呀 就先确保自己能够解脱自己 你想想看,很多人自己就是修不好,为什么修不好,整天看见人家不好 那么这个人修的好了,这叫淡见人挤,淡见人过,你要现在不见人过,明白了吗 淡见挤过,就是整天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是做错的,别人都是对的 那么首先你就在戒律了,守戒了,听不懂啊 哦,明白,那这个大诚佛法就是说它是包容小诚佛法在里面的 对了,小诚佛法是基础,大诚佛法是慈悲 那是菩萨道,明白了吗 哦,明白了,其实就是说 深温道,原石道再往上一层的,菩萨道 好的,答案师父开始